美杜莎一脚踢死韩风 众人适合反应 在一伙的加势下 萧妍成功击杀范牢 拯救了自己的二哥 随后 萧妍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做 她和嘉南学院内院的大长老苏千 一同前往黑盟 准备解散黑盟 当年韩风为了获得羽莫新年 带领黑角域强者 大闹嘉南学院 随后韩风回到黑角域 就成立了黑盟 她的目的就是借助黑盟的势力 对抗嘉南学院 嘉南学院的苏千 多次带人围剿 都没有成功 这次苏千 有了萧妍的帮助 对付黑盟 就更加的容易 萧妍之所以对付韩风 是因为当年韩风被刺耀了 这对于萧妍来说 是一场清理门户之战 在战斗的过程中 萧妍凭借琉莉莲心腹 成功地击伤韩风 就在韩风重伤倒地的时候 美杜莎出现 一脚踢飞韩风 等到韩风自由落体 落在地上的时候 她正好碰到了石头 现场所有人 都可以听到 韩风骨头碎裂的生意 韩风被美杜莎一脚踢死 萧妍虽然没有能够 亲手杀死韩风 但是美杜莎出手 也算是间接地 为要老报了仇 当时萧妍就被美杜莎的 举动惊道了 她顾不上自己身体上的疼痛 开心地抱了一句扶口 好她娘帅的一脚 作为黑盟的成员 金英二老在目睹 韩风被美杜莎踢死后 当时就被吓得不轻 如今黑盟没了韩风 再也没有能力 对抗迦南学院 在魂殿护法看来 韩风一个六星炼药师 结果被一个女人一脚踢死 这种窝囊的死法 传出去可是会被人耻笑的 而且美杜莎踢死韩风 魂殿护法正好可以 摆解一个灵魂体 一个六品炼药师的灵魂 对于魂殿护法来说 非常的珍贵 所以在韩风死后 魂殿护法竟然忍不住 开心地大笑起来